因為在那個Junreel裡面 他比較方便的地方就是全部幫你包好了 可是Visual Steel都還沒有幫你包好 你很多東西都要自己來把它拉來拉去 所以設定起來 如果你這邊有概念 你在看Visual Steel就會比較清楚 但是如果你有些同學沒有概念 直接跳到Visual Steel 就直接昏倒了 就想說怎麼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這哪裡來這哪裡來這哪裡深 都搞不太清楚 那Junreel比較簡單 而且他有很多地方 在Visual Steel只要自己打程式 在這邊完全不用打程式 因為在Junreel裡面 他有面板 反正你只要找到面板 自己設定一下就好了 以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那大家剛剛的第一 就設定網站 或者叫做設定APP網站算了 可能比較清楚 設定網站以為我們在做網站 其實不是 最重要的就是說 HTML這個一定要正確 存檔名稱一定要正確 因為如果你其中一個不正確 將來在你手機裡面看到的 就不會是一個標準的一個APP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在這個網頁 就是這個Index裡面 建立四個JQuery Mobile的頁面 這個四個JQuery Mobile的頁面 OK 那如果在Visual Steel可能要自己寫 可是在這邊不用自己寫 這個我覺得最方便的地方就是 怎麼做 這個地方 打開它 那請記住 我的習慣是這樣 這個設計模式我習慣用傳統的 記得 新增之後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 這個傳統為什麼 傳統的好處就是 它有很多的功能自動會跑出來 但是如果你是用設計師 你要必須自己再把它叫出來 好 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介面改成傳統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程式碼改成分割 為什麼 分割好處就是 這邊是程式 這邊是結果 馬上看到 那我們需要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請你把 這個結構 Body跟Body中間 請你插入四個頁面 這四個頁面怎麼插入 而且這要四個JQuery Mobile的頁面 所以有時候我這邊弄好 貼過去就好 不然你很多要自己手動的 好 所以那怎麼用才是重點 那這個東西怎麼出來的 一定要是傳統的 如果你不是傳統 你要到四窗裡面自己去把它叫出來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都是要摸索的 而且花很多時間做熟了就會很清楚這個東西 好那我們怎麼做 JQuery Mobile 這邊要四個頁面 頁面那特別注意 以後這些JQuery Mobile的相關的元件 它都已經用什麼 用圖形化 讓你知道這是做什麼的 每一個每一個很清楚 那這個功能在其他工具也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這個就是JQuery的強項 這個Visual Studio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你自己寫啊 所以有的時候不自己寫就在這邊 那第一個我們會需要用到什麼 就是JQuery Mobile裡面的頁面 那頁面我需要四個 那怎麼加喔 特別注意喔 請你先點它一下 他要問你第一個問題 因為你的韓式庫還沒有被加進來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喔 目前呢 如果你要引用它的韓式庫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遠端的 直接連線去抓那韓式庫過來 第二個是 直接把韓式庫包在你的網站裡 大部分還是選擇什麼 選擇直接包進來 就是用區域的 當然如果說你以後啊 要動態去抓 它的韓式庫啊 也可以啊 只是說 你的手機一定要連線 如果手機沒連線 那就連不過去啊 連不過去 那畫面就掛掉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啊 還是用什麼 用區域的比較保險 那它裡面會幫你做什麼呢 自動幫你把幾個東西喔 它還跟你講喔 其實就主要是這幾個 就是 JavaScript 這邊有個JK原始檔 然後JKMobile的JavaScript的檔 其實就是這個檔 有沒有 它叫JKMobile的1.0的M-mini有沒有 點JS 這是它的韓式庫 就是JKMobile的韓式庫 然後另外還有JKMobile的CSS CSS指的就是它的外觀 比如說我們會看到那個很漂亮的外觀 都用這個來做的啦 那不過它有個缺點 就是它的這個1.0的版本比較舊啦 一般現在有更新的版本 當然你初期如果不知道 暫時知道這些就可以 另外它的底層是JQuery 所以一定要引用JQuery 大概這些東西喔 那把它怎麼樣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跳出什麼 那你第一個頁面呢 要叫什麼名稱 那我們叫Home好了 回首頁這個 這個時候呢 請記住喔 因為我們將來要做出來的結果 結果頁面喔 我不太不需要那個 我們來看 這個完成畫面喔 假設我今天喔 我只需要 夜守 跟什麼呢 body就好 我不要夜尾 夜尾不要 就是上面跟裡面 我不要夜尾 所以你在選的時候特別注意 就是只要選這個 夜守 不要夜尾 按一個Home 按確定 記得喔 你在插入那個 JQuery Mobile 有個重點喔 一定要放在body 跟body中間 你不要插錯了 放在別的地方 那就掛掉了 OK喔 好 然後按確定 第一個畫面就出來了 那畫面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喔 他會幫我們引用這些東西啦 上面很多有沒有 包含就是說那個 JQuery Mobile 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還是先把它存檔一下好了 先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他會問你說 因為你已經插入這個JQuery Mobile 的函事庫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不要直接幫你存在 根目錄底下啊 放在JQuery Mobile 目錄 好確定 這個時候喔 我們在網站裡面重新整理一下 你會發現他多一個目錄 就是剛剛他自動幫我們 從那個JQuery官方網站上面 幫我們下載的這些東西喔 所以未來喔 網頁 就是我們的手機怎麼可以 網頁怎麼變成手機畫面 都是靠這些東西啦 所以這個東西呢 引用進來之後喔 那我們這個時候已經有一個 第一個畫面了喔 所以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頁面了 那如果你要第二個畫面的話 請你再到底下喔 特別主要 插入點很重要 就是說喔 Body 跟Body中間 這邊請你空白一下好了 這樣比較清楚 請你在這個DIV到斜線DIV的下面 插入Page2 Page3 我跟你講 Page123好了 就是說我們將來喔 會連結到三個頁面 那我這三個頁面喔 我底下再新增 那新增的方法 特別是要 油標放這裡 再插入一個 這個叫Page1 一樣只有頁首沒有頁尾 按確定 好 這個頁面又出來了 它會幫你反白 這邊又多一個 再油標移到下面 記得不要放裡面喔 或者是直接插入這樣會錯誤喔 點底下一下 再插入一個頁面 Page2 再來插入一個頁面 Page3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有三 總共有那個首頁 第一頁 第二頁第三頁 當然喔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能夠互相跳來跳去的話 基本上喔 它已經有具備基本的功能 那我想各位先序一下 然後再把重點提一下 第一個 我們直接就是 把這個設定稍微改一下 會有一個JQ Mobile 並且把這邊的環境做分割的設定 好 然後呢 利用JQ Mobile的頁面功能 插入有四個喔 然後確定這個東西有存在 JQ Mobile韓式庫 OK 其實這還蠻多 會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